在这里吃吗 对啊 就到这里吃 那你吃吧 我走 我不吃 大家好 我是瓦塞 大家好 我是小炮 我现在又带瓦塞来吃饭了 这家伙一乐三餐就指望我 我得要养着他 你干嘛这眼神靠着我 你怎么又带我来这里 请你吃饭还有这么大的怨言 问你你吃了怎么吃吗 我吃了三天在这里肚子痛了三天 可以了 咱随意一点 你太随意了 回去了再带你吃 他他水水都没有喝过这几天 就在这吃干巴的饭 西红柿炒蛋 西红柿炒蛋 那 花菜 你叫我怎么吃 这种菜人家都很喜欢吃 你为什么不能吃 问你一点油水都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他太素了 对 你不带我吃肉 你要剪一下了兄弟 凭实力是这么胖的 你有这么胖过吗 我曾经就有 有你们这么受过 我现在就是凭实力帮你剪下来 你得要感谢我知道了 我肚子痛 那你 体验到了我身上的痛 痛啊 痛几天就好了 我已经痛了三天了老天爷 还能熬得住吗 熬不住了 那反正今晚我们还在这里吃 我 我想离开杭州 我不想来杭州 来杭州再也不跟你来了 那你自己回去吧 哦 你想抛弃我 那你又说你不跟我 那问题是我跟你来 跟你来可以啊 但是我不跟你一起吃 那你意思你现在就要走了呗 我我一个人点外卖我点好的 那你现在点了吗 我能治理 可以那你就去点外卖吧 我到这里随意吃一点 一天三餐就是吃这个 哦早餐还没吃哦 一天两餐 哎呦 哈哈哈 早上我是自己我是没有习惯吃早餐 问题早餐一定要吃 懂吗 懂得养生懂吗 十几年就没这个习惯了 其实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不吃早餐啊 以前我们在广州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打工 广州的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后呢 那时候天天晚上加班 加到12点一点 回去以后就睡觉 然后早上呢 八点钟必须打卡上班 七点多钟就醒来 七点半醒来 哪里有更早的时间醒来 都是卡着点 卡着这么十分钟二十分钟的点 就刚好上班的时候打卡 你打卡的时间就那么一两分钟 三三分钟这样子 又不能迟到 迟到的话要罚款一块钱一分钟 不然你不然你有没有体验过 没有 跟他说没用 他没有体验过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上过吧 然后那个时候生活节奏特别快 就是晚上呢 上班到很晚 12点多钟 会吃夜宵 然后睡个六七个小时 就这样子 人还没睡醒就起来上班 根本就没有时间吃早餐 然后 乐富一乐年复一年这样子过来 以后我带你吃早餐 带我吃中餐跟晚餐 可以啊 中餐晚上来我办公室包了 确定要在这里吃吗 对啊 就到这里吃 那你吃吧 我走 哈哈 我不吃 又省了15块钱 我点外卖去 真的走了 不走了 我不陪你吃这个了 那你点外卖吃啊 好吧 那我吃了再上去了 哎算了 又省了15块钱 他这个人 跟我们不一样啊 他这个他吃不习惯 但是我们俩兄弟之间 开玩笑的啊 好 这期视频就给他录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